事情我听明白了 说吧 你要多少赔偿 哥吧 我知道其实你在意的 对不对 你在意我没有给你发消息 别太高看你自己 我没有把你删掉 说明我们的关系 没有必要太在意这件事 就算你把我删了 我也会想办法找到你 你找我干什么 我 我需要医者 你是医生 如果我的伤口 没有复原好 就您这体格梦谁呢 咱们往日无亏欠 近日无交情 怎么就无亏欠了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原来是来讨饭的 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怎么不好好说话了 行 等你出院了 随你挑 吃不死你 吃不死 我看看 不想回血就别乱动 疼吗 放手 那你别生气了 好不好 你管我生不生气 你要是一直这么生气的话 那我那顿饭不是吃不上了 放开 有时候 示弱也是战术的一种 怎么突然 伤口疼 堂堂宿教官 确实装可怜 正该让你的下属们好好看看这个样子 不许动 躺着 不过就你这样的 回血也死不了 是 晚安 喂 你在哪儿啊 我这边刚记书 换了衣服就过来找你 不必了改天吧 我今天要有事 我们可是也有好的 你等着我 我不在工作室 我在北城医院呢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晚点给你解释啊 我挂了 谁啊 你不是都看到了 你们宋明山喝这口 别拐着玩酸我 我好哪一口 跟你有关系吗 你不在乱 你怎么来了 那你怎么来了 宋星辰进院为什么告诉我 他 他谁啊 他是冰然的朋友 靠那么近 还以为你单身三千年终于脱胆了 嘴巴没把门啊 好歹我也是星辰的闺蜜啊 这位先生 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你是谁啊 你干吗来了 我当时来找宋星辰 不然来找你啊 我都要看看 是谁欺负我叫宋星辰 宋星辰 你这 你这穿的啥呀 你没事吧 我倒是没事 事情我听明白了 说吧 你要多少赔偿 各吧 这得问他 抬个架吧 废话说了这么多 谁啊 我先问的你 你大半夜跑人家工作室干吗呀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要你管 表情收敛点 就差拿半个西瓜出来吃了 宋星辰我再问你 这小子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问 他是以我 好好回答 以我好朋友的身体 乖 可惜了 老大实来一步 行了 既然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不打扰你养病了 我去服医药费 不用你服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我不想牵你的 走吧 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啊 拜拜 我的车呀 你不做被调制处手 不像你风格 不是 这谁啊就是 宋星辰怎么会对这种类型的感兴趣 他手机里边存的是超级无敌大帅哥 不是你关键你觉得他帅吗 也是 你看你们颜值差不多 发型也差不多 身高也差不多 就 一品不一样吧 是 你就比他差一点点 就一点点 老实交代和他什么关系 队友 队友 我还招玩这峡谷呢 你说 他们俩 相亲关系 姑奶奶跟你相亲了 我怎么知道有这面子向你对象 我什么都要告诉你嘛 小侄子 别再提小侄子的三个字了 这是我这辈子的耻辱 你名字在我手机里的备注 什么时候被改成了超级无敌大帅哥 是不是你干的 不就上次吗 你又不愿意 我只要自己亲自动手呢 我是你姑姑血浓雨水 你这样就是没大没小 明明就没差几岁 你还真当自己小龙女 你再评你要再说一句 我就把你挂科的事告诉你嘛 你 虎都坏不识子呢 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心 害你这可爱又帅气的小侄子 现在愿意承认啊 我一听说你出事了 刚才加完香蕴哥友搭赛 这衣服还没换 就坑着坑着过来找你 你还凶我 行了 转过去 好好开车